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这几年 各式各样的养生意识抬头 然后超级食物的概念 越来越强烈 在台湾本地 有非常多的好食材 事实上也是养生的超级食物 比方说像姜 像这一个高丽菜 番茄 苦瓜油 大豆 乃至于本地非常好的养殖 鱼类或者海产 都是就地取材的一个好选项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各式各样的超级食材 待会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晓翔医生 您刚好 各位老师大家好 再来是干党船尾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小都男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专科的医生好朋友 林卫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乳房外科的医生好朋友 黄柏蓉医生 您刚好 大家好 再来是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德全师傅 大家好 先问一下洪医师 超级食物讲的就是说 对健康非常有益 甚至有些人觉得超级食物 其实就是超级综合维他命 因为它可能富含各式各样 对人体来讲非常好的营养素 那我刚刚讲 台湾本地其实食材选项非常多 不管是海产类 或者是比方说好的这种苦茶油 或者好的各式各样的蔬菜 特别是这个大家都很推崇的 像这个高丽菜 姜 姜黄 番茄 事实上这一类的食材 究竟的取材 而且多元的应用 就是一个摄取营养非常好的来源 真的 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 我想说台湾的各式各样的食材 真的谢谢这些农渔民 还有落农业的朋友们 把我们的食材弄得非常非常棒 我们刚刚其实林冠有讲说 它就是综合维他命 其实它比维他命真的好太多了 我们很多的维他命 事实上在萃取出来 很多在加工类的食品 但是我其实我肾脏科的病 我都跟你讲 你要是有天然的食物可以摄取 一定从天然食物 而且他们都是更完整更棒 只是你要懂得去稍微调节一下 我现在讲一个案例 最近大家知道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叫做免疫负债 最近真的是那些加一科感染科 什么小额科 真的大爆发 很多我们因为戴口罩 然后整个开始一些病毒感染 都跑出来 除了免疫负债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大家最近说 最近的癌症也大流行 为什么癌症会突然 他们发现在疫情流行的时候 大家不想去医院 所以很多的体检都没有做检查 结果后来发现很多的癌症 也开始在这时候检查出来 我就补充一个案例 那个案例是我一个朋友 一个五十几岁的女性朋友 那他这次就是因为他过去 他过去都有固定在做体检 那他这一次因为疫情 他也有一段时间不去跑医院 不去做体检 那结果做了一个低剂量的 胸部的那个电脑断层 就发现肺部有1.2公分的那个肿瘤 那后来是找胸腔外科 他们去帮大家做了一个 一个简单的内饰镜的切除 现在切除肿瘤真的是蛮方便 那切除来是肺腺癌第一期 大家知道每次那个十大癌 甚至死亡第一名都是女生 都是肺腺癌 那个真的是很恐怖 因为他很担心 你要是被诊断肺腺癌 你就会担心说 接下来会不会再复发 还是就没事 因为他毕竟是死亡率第一名的癌症 那怎么办 那他后来他就请教我 说我们今天之后 有没有什么食材可以抗癌 好多的家属 他们的家属得到癌症 都会想抗癌的食物 我们之前当然分享过很多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食物 就非常非常棒可以抗癌 我最常推荐的当然就是 番茄 什么姜黄 我们讲苦茶油 其实这些都有一些抗癌的效果 他选择了半天 我当时想说 其实我讲了一些给他选择 他最喜欢是番茄 他说他的先生 其实之前那个摄护腺肥大 那也是吃番茄 所以他们家本来就经常在吃番茄 我说你就可以把番茄当作 你家首选的那个食材 所以要多吃番茄 他非常高兴 好像吃番茄也没有什么压力 不管在减重 在很多代谢症候群 在很多高血压糖尿病 我大部分都是推荐 大家都选择 所以在我心中第一名的食材 真的是番茄 真的是最棒的 那在地的食材 我再给大家讲 不是只有番茄而已 我把它列出几个给大家讲 其实高丽菜 台湾的高丽菜 真是又大又便宜 那高丽菜有一些 引毒啊 一些易流清酸盐啊 还有一些我们讲说 它是一个很高的膳食纤维 是抗氧化抗老 高营养价格 又可顾胃的一个食材 那最大家推崇 还有一个姜黄 最近姜跟姜黄 也真的是大流行 什么肚子不舒服 消化不良啊 什么关节痛 都会吃姜跟姜黄 那很多那个姜辣素啊 姜芬 这些本来就是一个抗发炎 甚至有一些姜黄做研究 还跟我们那个止痛药有相同的 那个止痛消炎的效果 还有大豆 我非常推荐 就是已经到那个停经期之后 女生可以真的多摄取大豆 除了它是一些优质蛋白 膳食纤维又丰富之外 大豆义黄童 很多女生怕补那个女性后 又怕有什么乳癌啊 什么子宫颈癌的那个风险 大豆义黄童是一个天然的雌激素 非常棒 地瓜 如果说你真的是 我们讲说不要吃太多的白饭 但是你又是一个 很喜欢吃淀粉的淀粉控 怎么办 地瓜就是我首选 又可以高鲜 又可以排毒 又抗氧化 那当然番茄 我刚刚提过了 番茄不管防癌抗劳 保护性血管 我都是推番茄 巴勒 巴勒我们台湾的水果真的太甜了 每次我在想说 你看我推荐水果都推荐巴勒 因为巴勒维他命C很高 它是柑橘类的八倍 你要想说 竟然这么高的维他命C 维他命C就是一个抗老化 抗氧化可以保护血管 又可以抗癌 所以巴勒真的太棒 还有一个就是香蕉 假设你的心情不怎么好 然后又想要多摄取 香蕉唯一就是真的甜了一些 但是它很多的 我们讲会有 跟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有关系 那另外油类的苦茶油 苦茶油真的是台湾的特产 苦茶油做得真的很辛苦 之前我看过苦茶农 他们在弄苦茶油 弄到整个关节都已经结巴 但是它是一个真的很棒 一个不饱和的脂肪酸 又可以抗氧化 所以大家除了感染油之外 事实上苦茶油也是我非常推荐 发现在地超级食物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大家在花了好多钱 买了健康食品之际 是真的可以摄取这种 天然在地的超级食物 真的而且肖医师也要分享 这几年很流行 这个肠胃盗药养好菌 说补充益生菌很重要 然后补充好的益生源 也非常重要 刚刚洪医师提的这些超级食物 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在摄取的时候很重要 你建立要摄取原型的食物 像刚刚讲番茄 要整颗吃 你不能只炸番茄吃 那个渣渣是很重要 一定要全形食物整个摄取进去 对人才会好 那特别是里面的这个纤维脂 我们以前都觉得说 纤维可能就是渣渣而已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 这个渣渣真的可以养我们体内的好菌 因为少了这个菌以后 你可能会产生便秘 而便秘呢 久了以后因为很多毒素会吸收 我们肠道的黏膜会被破坏 这肠道黏膜破坏 除了日后最严重说 大肠癌变成两倍以外 事实上有可能造成肠肉症 我们最近在节目上也讲了好几次肠肉症 因为肠肉症事实上就是肠年膜被破坏以后 没有办法 正常的肠年膜因为黏得非常好 细胞细胞之间黏得很好 你肠子里面不是完全无菌的 这些细菌或者小的食物的颗粒 不会进去 但是一旦造成肠肉的时候 对不起它就跑进体内 然后循环全身了 而循环第一个受伤害就是肝脏 因为肝脏要负责解毒 对 可是万一解毒不了 它就全身跑 可能影响脑部 人觉得很昏 或者是全身会过敏 这个就是造成肠肉很严重的问题 那我现在要举个例子 有一个22岁的大学生 他因为要当兵了 大学必要当兵 结果去体检 体检肝功能异常 那体检肝功能异常还高到210 210很高 那这个军医连续负检两次 说你不能当兵 他就变成无替大义 你本来是只有四个月 他两个礼拜就退伍了 可是退伍很开心 对不对 妈妈担心死了 我儿子到底什么了 那带来肠卫科看 我们看一看就是 他轻度到重度的脂肪肝 可是他GPT到210 不太正常 正常是40 他已经是5倍了 而且一般的脂肪肝 这个GPT大概100左右 他居然高达200 我们觉得当中一定有猫腻 赶快帮他做一个 我们所谓过敏原的检测 结果一测超过20种食物过敏 那小朋友问说 我又没怎样怎么会这样 我说你就腸肉症啊 腸肉 腸肉所以吸收很多过敏原 他对小麦啊大豆啊 一堆东西都过敏 那这要怎么办 他说妈妈才讲说 这小孩从小就是不吃青菜 我们台湾这么多好食物 他青菜都不吃 所以从小就便秘 那怎么办呢 小孩子不吃青菜 好好的挑 总是可以挑到小孩子愿意吃的 什么东西味道比较轻 空心菜他可以 还有刚刚洪医师 特别提的高丽菜 这小孩子愿意吃啊 那恐吓他你再不吃 不仅肝脏坏掉以后 要得到大肠来 好好的吃 过了两个月减掉10公斤 便秘也改善了 再抽GPT真的剩26 他妈妈总算放心了 还他儿子一个好干 所以还是要谢谢 台湾这么多的超级好食物 真的 那接下来阿邦老师就要来分享 刚刚讲在地的超级好食材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 这个饮食当中 非常好的原料来源 对 所以我今天做姜黄 然后我做一个疙瘩汤 就是在家里面 姜黄我就会想办法 做各式各样点心的时候 把它放进来 那今天我就煮一个 面疙瘩汤的时候 把它放进来 那很简单的 来 先用油 我来做这个 好 把葱花爆香 今天刚好准备了在地的海鲜 对 那我觉得这在家里面 就是妈妈方便一锅煮超级食物 也看到这也在我家 算超级食物的一种 小鱼干 你现在小鱼干 对 但是你前次作业有稍微足力吗 要下锅前水冲洗一下就好了 我要的是它盖子还有鲜味 那如果太早泡过它 其实就不鲜美了 好 那我们也泡了一点干香菇 好 我觉得干香菇 也是婆婆妈妈厨房必备的食材 也是厉害的超级食物 对 好 然后放进来 然后下锅前把这个水分 稍微挤压一下 好 我要来烘香 那我今天没有用那个虾米 如果没有用小鱼干 你也可以用虾米 好 虾米也是盖子很丰富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烘香的干料 对 但我今天是用的是小鱼干 那这时候香味出来了 足了 你就可以把热水往里头 好香喔 对啊 真的好香 这阿嬷的厨房有吗 对 这古代的厨房 阿嬷把香菇烘香后 要水下去就是高汤 对 阿嬷最厨的一包就会放香 很香 这个米粉下去的古代米的米粉 对 只不过米粉就没办法 你要拿很多钱买姜黄 而且那个姜黄也不知道有放多少 那所以今天 妈妈就用我自己这包 我们等一下要来做 好 那我今天就把 丝瓜夏天 妈妈有什么 不挖什么都可以用的 蓋上去给它水 这个我们就自己煮 然后当然我的香菇水 也可以直接就放进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 姜黄的这个疙瘩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姜黄呢 它是一个需要有油脂 不然它会熟 那妈妈你在家里面 像我今天一家人煮一锅 这是什么面粉 中筋面粉 中筋面粉 一杯半就够了 一杯半中筋面粉 对 放个两汤匙的姜黄 你把它搅一搅 你在家里面做什么馒头 你都看姜黄 姜黄面粉 姜黄馒头也是这样的 不然很多人去爬山 然后再登山口 爬山出来用膝头烂 然后卖姜黄的 就在那个... 就在那边 然后买回来 都记得要买 然后买完之后 回来就忘记 忘记吃 忘记用 不会用 那其实你做菜 你就平常用 那它要油脂带动 所以你的水 在这里 妈妈你就记得把油 放在你的水里面 好 然后这样子 油跟水 稍微让它 这样搅搅的 好 均匀下去 好 所以跟我们传统的面团一样 对 只是酌量的烹调油 对 阿隆我现在这样一路拉 疙瘩就 开始结块 就开始会跑出来了 对 有很多疾病是跟你吃过多的 加工之物是有关的 像是山膏 心脑血管疾病 甚至青少年的气喘 或是停经后的乳癌 甚至忧郁症 都有可能都是有关系 高雪玲我刚刚讲 就会皮肤发痒 荷尿失调 那是腹甲状腺会抗劲 然后开始骨头会一个 肾性骨病变 开始会痛 所以那个水也是慢慢加 对 慢慢加 好 有耶 有疙瘩了 对 我们就这样翻拌 不用揉 这对妈妈来讲夏天 然后你看看碰到有油脂 那个姜黄的颜色 就会立刻出来 出来 然后大小适中的面碎子 这样起来 好 好 你就会发现 我在熬高汤的同时 对 我已经 骨头已经好 骨头已经整碗 然后底下的粉 你可以看到底下 碗底下没有干的粉末 对 然后这个完全这样子 我下锅的时候 它就不会糊 不会散 不会黏 好 那这样子再来 妈妈你就可以 看你自己要准备什么蛋白质 像我今天准备的有鱼肉 有蛤蜊 有蛤 对 然后这样子我就很方便 好 那我们熬高汤的同时 请调一下林医师 我刚刚讲 各式各样天然的超级食物 除了是养生很好的选择之外 对于三高的吸血管患者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食材营养的来源 对 其实有很多病人 患者都会问心脏科医师说 医生那我心脏病 我现在要吃什么比较好 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超级食物 就是一些圆形的食物 不要是加工的食物 那其实根据一个营养期刊 他的统合分析 他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疾病 是跟你吃过多的加工食物是有关的 像是三高 心脑血管疾病 甚至青少年的气喘 或是停经后的乳癌 甚至忧郁症 都有可能都是有关系 那我自己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主管 他本身有一点高血压 他平常在健检的时候 都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那其实他都不是很理他 那最近呢 他因为天气太热了 最近天气非常的热 他都觉得头晕 然后会觉得有点凶闷 会有点喘 所以他说 嗯 这样子我的血压好像有点高 我实际上应该去看心脏科 所以他就来到门诊 所以我帮他量的血压是160 110 他几乎没有在吃药 那其实我帮他抽血 发现他的血脂大概高达260 他的坏的胆过程也高达150左右 那我发现说他有点不太对劲 所以我帮他做了一个心肌圆图 发现他是心肌的缺氧 所以做了操约 发现他的心肌肥厚之外 另外他有不对称的收索 所谓的不对称的收索 所以我们心脏的收索 是一个所谓的互相的一个对称性的收索 可是他当有一段他不收索 代表说那个第一方的肌肉是有问题的 可能有心血管疾病 所以当下我就帮他做一个心肌管的检查 发现他是左足干病三条 都整个都阻塞 那其实这个非常严重 后来做了两次的心肌管 才把他改善他这个症状 那其实我探究他饮食的习惯 他喜欢应酬之外 另外的话他可能 喜欢吃一些所谓的加工的食品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原型的食物是很好 是非常的健康超级食物 但是如果你今天 如果是吃了一些加工的食品的话 有可能跟你的三高的疾病 是有相关性的 我们这个就是有一个表 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是原型食物 或是他加工程度激烈的食物 像是原型食物 肉类蔬菜水果都是很好 都很健康 但是如果你加了一些 像是调味料就次吃 像是有一些植物有 动物有盐糖蜂蜜等等 因为为了要让这个食物更美味 可能有一些加工食品 会添加一些所谓的调料进去 那如果在经过发酵 或是罐头的制作的话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不健康 尤其是一些超加工的食品 就是他可能为了食物的保存 他可能会加一些稳定剂或防腐剂 所以你看不出这个食物的原型 那可能这样的一个食物 你吃太多 可能就会有问题 像是一些饮料 糕点 或是冰淇淋调理 包火锅料跟烟之类的相当等等 有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三高 跟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好 同时间阿邦老师 高汤滚了 也就滚了 那这时候 其实丝瓜就是最好吃 然后我就会把它通通一网打进 因为保持它最脆绿 最脆口的状态 我就会直接把它全部通通都捞干净 这样子保持它小鱼竿也很鲜美的状态 待会再入锅 对 然后这时候 妈妈就可以开始把我们的海鲜料往下剥 那这高汤一定很甜 对 然后蛤蜊 丝瓜 对 把它放进来 然后鹅啊 然后鹅啊 对 好肥喔 然后再来 妈妈就开始用你的手 你这个料比疙瘩多 然后疙瘩就可以 你可以看到什么叫疙瘩 而且我们刚刚办好的疙瘩 现在就可以 你可以看到就用手 所以就为什么疙瘩就刚刚办好 然后它就浮在这上面 不用看管喔 不要盖盖子了 就直接拨上来 因为它已经 你这个黄色真的很美 很美啊 然后它就直接这样子 然后你就用热水去泼淋它 有点要让它泡熟 对 就用泡熟 它因为现在煮滚 然后海鲜它很快就熟 然后这些热水去泼散它 然后它等会现在面 你可以看到它跟我们泡泡面一样 因为它是散状的 而且你那个碎碎的feu 有点点像蛋酥耶 对 它的口很花嘛 对 然后它受热面积很大 所以它煮熟的速度是很快 才会快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煮出来的分量 好 那你要泡到什么程度来判断它的熟 再沸腾滚上来 就熟了 海鲜熟了 然后我们把丝瓜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要一面 所以为什么刚刚这些配料要先拿出来 对 因为也不要让这些煮到过了 过了 可是这个泡一下就熟了 对 我们现在只要一面同时在煮海鲜 一面现在在煮这些碎子 然后我一面要做调味 我今天用了鱼露做调味 然后一面要加胡椒粉 你看它这一举多得 对 真的是厉害 然后一面再煮 它沸腾上来 你看它蚵仔已经慢慢一面在定型 对 然后这个碎碎的这个 对 你看它已经在膨胀 然后大沸腾上来 蚵仔蛤蟆开 就跟我们在烫火锅一样 对 看它在沸腾了 真的 然后它就定型 哦 然后它也不会乱黏 不会 你如果是慢慢自己乱下的 它是疙瘩 就会乱黏 对 它是定型的 然后它少量的粉 可能又有一点少量的 让汤汁浓郁 对 它就是会浓有饱足感 所以你刚刚强调说 不要盖上锅盖 不要盖锅盖 要这样子泡它 再来就是它的膳食纤维 妈妈你就不要再用切大块的叶子 但是我今天是把芹菜 还有芹菜的嫩叶 全部通通都切进来了 所以这碗不是葱花 不是 是芹菜 还有芹菜的嫩叶 全部满大一碗 你可以看到 是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全部放进来 对 然后就是用汤匙咬 咬着吃 满满的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丝瓜也是这样 对 就放进来 丝瓜就保持它的脆度 对 然后再来蒜头酥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阿芳老师这一锅 除了是说有海鲜的鲜 还有姜黄的抗氧化 还有这些食材 又是蚝 又是蛤蟆 真的是所有的味道都在里面 这些超级食物 真的都是用来抗癌的 可是我们讲到这个议题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有些大家都知道 病是什么口入 所以其实癌症 真的要跟吃对食物有关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有个病人 三十多岁 也还是未婚 那是非常注重 有家族史 所以常常会到我门诊 来做这些超音波的 常规的检查 每年都会来 可是呢 但是纤维囊肿很严重 而且常常每次驚起来 都痛得非常厉害 纤维囊肿跟女生驚起来 腾动是有关的 那我就问她说 那你到底吃什么 她说我上班 工作压力大 老板的KPI 业绩压力也很大 三十多岁 我说你纤维囊肿这么多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 我说你一定要看 那个年代的健康好生活 您管的这个节目 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吃 像今天我们要介绍 这么好的这种超级食物 又简单又快 如果你吃错食物 你这些癌症 事实上是跟吃是有关的 第一个比方说 我们说常见的大肠癌 就是你不能常常吃那些 炸烧烤 油炸的东西 偶尔吃可以 年轻人经常晚上外食 下班的会吃 那跟大肠癌是有关的 另外一个重点 肝癌 我们知道说食物存放不对 会发霉 那这很容易造成肝的不对 所以会有肝癌的产生 另外一种就是 刚刚会想到常常 刚刚我彭医师也讲到 那个肺癌 Rodos CT最近因为腮减多嘛 所以一期的肺癌 经常就被早期就被发现 所以大家知道肺癌跟 妈妈们现在奇怪 那个肺癌的这个发生率 已经快不输乳癌了 所以对这个吸入炒在眼 可能真的觉得流行病学家觉得 好像应该有关系 那当然乳癌呢 我就举最常见的 吃高热料高糖高脂肪的食物 所以像我那上班族 你经常外食吃排骨鸡腿便当 但不要天天吃 偶尔你还是要看节目 我们自己准备超级食物比较健康 那口腔癌呢 那大家都知道 跟嚼病囊是有关的 那胃癌呢 过去就一直觉得说 吃太多腌制的食物 会造成像这种治癌物有关 那最后呢 我们摄物腺癌呢 目前来讲 摄物腺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可是大家知道 多吃蔬菜 多吃超级食物 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洪医师 要提醒大家 饮食的均衡真的很重要 对 最近其实国人 越来越多那种 有养生概念的人 但是过犹不及 我最怕遇到那种 叫超级养生控 超级养生控 他会单一吃一种健康食材 只吃那种食材 或说永远不吃红肉 永远不吃那些 就是他们会把它 限制到分得非常两极化 我就先讲 我最近碰到一个案例 有一个60岁的那个大姐 他因为他的爸爸姐姐 都有糖尿病 后来洗肾 他才40岁开始 他你知道我们肾脏不好 要什么腺蛋白什么的 他就开始不吃蛋白质 可是他也还没有糖尿病 可是他又觉得说 吃太多淀粉也不好 会不会血糖过高 又得糖尿病 他不能吃蛋白质 又不吃肉 然后又不想吃淀粉 他就吃那些糙米 五穀米燕麦 这很健康嘛 对不对 但是他几乎都只吃 这一类的东西 那长久下来会有什么 后来他有一天他来找我 是因为他很奇怪 开始冒痘痘 皮肤很痒的 巨痒的痘痘 然后这边酸那边痛 然后小便整个都是蛋白鸟 都泡泡 然后那个整个水肿 那我把它验 果然他是 他有大量的蛋白鸟 我后来发现 他应该从小就有那种蛋白鸟 叫肾氏球 他没有糖尿病 到目前没有 那但是因为他吃什么 吃那个全骨根筋类 吃了全骨根筋类 零含量很高 他的零 我刚刚讲说 他因为他大 他没有吃蛋白质 他除了他白蛋白很低 所以水肿 那零很高 零很高 就会造成我们到处 长痘痘啊 皮肤痒 这个都是因为他饮食过 不对 选择不对 我就跟他讲说 我后来验了一下 他的肾氏有过滤力 降了下 他真的就因为饮食不对 肾功能反而下降 那我就跟他讲说 肾脏病的饮食 要什么 腺瘾腺钾 腺蛋白 但是你不能过早 因为咬一下 我们不是不能吃蛋白质 一整天还是可以吃午餐的蛋白质 还是要有一个均衡的蛋白质的摄取 那我开了一些降临剂 给他 请他调整了一下饮食 之后他那个整个就慢慢改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现在 我肾脏科医师这些年来 我发现我刚刚不是讲 腺瘾腺钾腺蛋白 最大的问题都是瘾 大家不要清楚蛋白质哪些 知道钾在蔬菜水果 瘾在哪里 大家都搞不清楚 瘾在几大一个饮料 加工类食品 等等饮料 饮料 我们的这些所有的饮料 含糖饮料 一些手摇饮的 磷酸盐都很高 真的喔 我们现在说的加工食品 第一名的是磷酸盐 我们所有你吃的 其实蚵啊里面 会有保水啊 弹性很好啊 什么面条 什么到处都 我们的贡丸 全部都有磷酸盐 所以真的仿佛胜房 现在他们后来发现 有些牛肉 什么生鲜的牛肉 要让它看起来 保水度很好 麦相很好 他们也会打入磷酸盐 所以磷酸盐到处都是 还有我们的一些蛋白质类的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 颧骨根筋类的 他的磷都过高 但是不是正常人的 腎脏这些都可以代谢 倒是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腎脏有缺陷 就会高血磷 高血磷我刚讲 就会皮肤发痒 荷尔蒙失调 那是什么 腹甲状腺会抗劲 然后开始骨头 会一个肾性骨病变 开始会痛 然后血管会钙化 甚至有一些生命危险 所以我们讲说 不能单一摄取 单一种食物 还是要均衡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一定要均衡饮食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 德玄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茶油番薯石井羹 好 我们这边 我们准备一些 茶油 先把它爆香 我们把茶油下来 好 然后 蒜末跟洋葱 先来把它炒香 蒜末跟洋葱炒香 对 然后我们今天是准备了 传统的地瓜嘛 对 这个地瓜前置作业怎么做 这个地瓜把它蒸熟了之后 用筛子把它过筛 所以它等于有某种程度的属泥了嘛 对 就是地瓜泥 地瓜泥 对 它干什么用 我们煮羹的时候不是都要勾很多芡吗 是 所以我们用地瓜泥的话 取代了勾芡 然后你又可以吃到大量的地瓜 好 所以现在爆香洋葱跟蒜末之后 然后我们把鸡丁下来 鸡丁的话用鸡胸肉 然后加一点点的盐 跟太白粉把它抓一抓就可以了 好 盐跟太白粉抓一抓 让它入味 对 这边我们把它炒到这个颜色变白 然后地瓜的话 我今天用的是黄色的 你也可以用红色的 好 地瓜其实也是很好的淀粉来源 对 其实用它来做羹 又香又甜又好吃 对 但是如果这个地瓜 或者羹精类的食材在摄取 那你那个白饭白面条那一类 就要稍微调整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叫羹 就是说让你这一餐就是 你就是吃这个当做主食了 好 就把它吃饱了 好 这边我们把它炒到变白 那么这个地瓜泥 因为我们里面有材料了 我们要下去的时候呢 你这样子下去不容易散开 所以我们做成泥之后 我们要把它跟高汤把它混在一起 让它直接成为羹了 那这个量的话大概 大概就是一比一的量吧 好 就是地瓜泥跟高汤是一比一 对对对 你因为 你要在这里把它打散这样 对 不然的话你下去里面 你不容易散开来 好 你这边把它打散会比较 你待会下去的话一下就可以了 我有一种羹汤再加地瓜粉 然后你再加新鲜地瓜的feu 对不对 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现在外面加的地瓜粉 都不是地瓜 都是素素 都是素素 其实真的用地瓜的很少 已经很少了 而且那个只有淀粉 它没有任何的纤维 对 你别的不说 它现在这个黄色的地瓜 它事实上是有一点叶黄素的 对 就是黄色的食材都是有带叶黄素的 像那个南瓜也是 对 然后你要多浓都可以 好 这边我们把它炒到 刚好这边也变色了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边加进来 好 其实南瓜浓汤有些人也是这样子打 是啊 就是打南瓜蒸熟了之后 跟高汤把它打匀 有的时候只是老师刚刚简单的这个 搅拌器打了 有些人是那个料理机把它打一打 对不对 对都可以啊 然后因为这个地瓜泥的话 你平常有时候就是买那种 买熟地瓜 对 对 就回来可以弄了 好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要放的材料 把它加进来 毛豆人 毛豆 番茄丁 好 还有我们的高丽菜 那这羹汤一定很甜 对 因为地瓜带甜 高丽菜的带甜 然后加一点点的白胡椒 好 少许的盐 然后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让它稍微煮一下 好 煮它的同时请教一下萧医师 这个饮食均不均衡很重要 那在台湾确实常常会发生 某一些特定营养素有一点点欠缺的状况 没有错 事实上政府它每大概五到十年 就会做一次国人的营养调查 那我们会很讶异是 事实上虽然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超级食材 可是还蛮缺的还蛮多的 例如说我们缺一个 刚刚讲的纤维脂还常缺 虽然蔬菜水果这么多 但是吃的太少了 那另外缺呢 那维他命D缺钙 缺维他命D 缺维他命D 这是四种缺了最多的一种营养素 那我们今天特别讲一下维他命D的缺乏 虽然说我们这个地鼠亚热带 阳光非常的多 但是外面呢 看到很多人大概都会拿着阳闪 就是怕被太阳晒到 那食物脚带缺一下的话 那维他命D缺的缺实很多 那各种营养调查大概都缺 维他命D缺乏的国人大概占最少有六成以上 可是在我们肠胃科里面 有一群病人 他叫做大肠急躁症 这样的病人 他缺的比例更高达八成以上 所以大肠急躁症好像这些病人 会不会是因为缺维他命D 而造成肠躁症呢 那在2022年在对岸 浙江医学大学 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说那我们把这个大肠急躁症的病人 他给他补充维他命D 能不能把他的症状改善 就他做了一个综合分析 全世界的论文的综合分析 还真的第一个是维他命D当然补充 又会上来 第二个肠躁症的症状降低 然后他的生活品质真的改善 虽然说有一些学者对这样的结果 还是有点疑虑 可是你缺维他命D 补一下总是好的嘛 那我们在台湾怎么去补充 这个维他命D 很多食材里有 刚刚阿芳老师用的香菇 香菇里面很多 蘑菇 洋菇 这些都很多 那在动物性食物里面 我们的鱼类 我们的台湾鱼 很多 秋刀鱼也很多 或者是鸭蛋 这些都非常的 猪肝也很多 所以事实上 还有就是每天再晒一下 10到15分钟的 太阳 不用太多 这样维他命D就会补足了 我想这样对身体也好 肠躁症会下降 好 那这个 林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刚刚我们的师傅 是用那一个苦茶油 来做料理 那不管是苦茶油 或者是橄榄油 都是好的油脂 好的油脂 对于心血管的照顾很重要 对 我们都知道 山高里面有一个高血脂症 那其实高血脂症患者 通常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都跟医生讲说 我不要吃油 不要吃太油 因为我有高血脂 其实不对的 其实如果你吃对油的话 反而不会高血脂 反而可以降血脂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最近的一个研究期間 发现说 地中海质 饮食里面的感染油 的确有护心的效果 因为它富含 单元不保的脂肪酸 其实在台湾 我们的苦茶油 也富含所谓 单元不保的脂肪酸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苦茶油跟橄榄油 其实它除了富含 维他命A跟E之外 你看它单元不保的脂肪酸 是苦茶油跟橄榄油 都是非常多的 那如果你富含 单元不保的脂肪酸的话 它可以有效的降血脂 那我自己最近有一个case 它是从一个 所谓外院转过来 它是50多岁 一个年 一个算是一个中年妇女 他是在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惊醒 为什么 因为突然觉得 胸口一阵剧痛 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被家人紧急送到 新北市当地的一家医院 那当时就被诊断 是心肌梗涉 那就是说 那时候因为 他没有办法 你马上做手术 他就联络我们医院 看你能不能帮他做手术 所以当下在半夜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出勤 然后去帮他做个紧急手术 结果发现说 其实他的血管 就是左前这样子 百分之百完全塞住 那其实在这个五十多岁年纪 这个算是相对比较年轻的 尤其是妇女来说 是非常少见的 那我会探究他的原因 他其实是一个 所谓的高血脂症 因为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有一点高血 他有在注意一下 但是他忽略了血脂 因为血脂 我们可能要抽血才知道 所以他几乎好几年 都没有去检查 他的抽血 他的数据 还有他的血脂的状况 其实他的高血脂高了280 他坏的胆固高了190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的心血管疾病 可能是跟高血脂有关 那这个病人其实他有一点 中间有一点戏剧化的 一些坎坷的一个进程 就是说他心肌梗塞之后 他并没有发 就是恢复那么顺利 他后来又是进展成 一个心衰竭 然后又肺水肿又插管 那那时候呢 又在家后病房折腾了 两个礼拜才顺利把管 然后现在才出院 那其实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其实三高的病人 尤其是高血脂 大家最容易会忽略 你平常在饮池当中 你要注意你的用油 你注意你的血脂 你就可以远离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好 同时间 德山师傅这一锅也烧好了 来 我们的这个羹也好了 很漂亮 来 这样子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非常好吃 地瓜米龙解带汤 它是一个咸汤 有那个咸汤 可是吃下去又有甜甜的 地瓜的味道 软软的 非常好吃 而且它的食材 我们想他采用的是鸡胸肉 我们怕的是鸡胸肉太干太脆 可是他把它切成小碎丁 他真的非常非常 加上那地瓜你整个滑嫩 非常好入口 哇 这道料理我想是 不管是老人小孩 都应该是非常喜欢吃的一道料理 那真的是太棒又健康的料理 比起我们小时候 我们常常在吃那个什么 地瓜稀饭 哇 这简直是进阶版的 太好 太享受了 以前都觉得地瓜稀饭 好像是贫穷人才吃的 大家有钱人都吃白米饭 现在发现地瓜 真的是非常健康的在地食材 那我们今天讲说 我再补充一个案例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肾脏不好 我们要现的一个甲离子 我们有时候肾脏不好 我们要现的一个甲离子 我有一个35岁 她是一个慢性肾氏球炎的女性 那最近她其实她 我们的肾氏球炎 会出现就是蛋白尿跟前血 她在去年的时候 有去做一个切片 是一个叫免疫球蛋白A型的 这一类的 其实免疫球蛋白A型的肾氏球炎 其实是全世界最常见的 控制也很好的话 可以一辈子不用洗肾 可是她最近很奇怪 最近就开始出现那个心计 然后恶心想吐 然后她来我那边检查的时候 她的肾氏球的过滤率 突然降到了25分 我就查了一下她去年 她去年还有55分 怎么会突然降到25分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太快了吧 那我当然问了很多的问题 那我更我百思不得其解 她的甲离子好高 她血中的甲离子高达7.5 正常的甲离子大概3.5到5.5 她已经高到这么高 我就问了她吃什么东西 因为她自从切片出来之后 她叫免疫球蛋白A型的肾氏球炎 是一个我们的免疫球蛋白A 在攻击她的肾脏 她想要抗发炎 她抗发炎 我们一直在想就会吃很多一些 抗发炎的食材 所以她吃了好多那个 她去加入那个生肌饮食班 那吃了很多的一些果汁蔬菜啊 等等这一类的 那我想说那个她 而且她把它打成果汁每天喝 那所以我刚讲说 我们肾脏不好 要什么现蛋白现磷现钾 你把我们的食材打成果汁 她那个甲离子整个就高上来的 所以我当然跟她讲说 你要现在所有的那些蔬菜水果 要减少吃 那怎么吃我会教她 那后来她照着我那样子去做之后 她的甲离子下来之后 胜功能就慢慢上来的 那我们讲说每次我在节目都说 蔬菜水果高甲 但我们要多吃 但肾脏病真的要很很小心 但是也不是说你就不能吃了 我告诉大家怎么 万一你肾脏不好 你要吃蔬菜水果怎么吃 第一个青菜 越绿叶的蔬菜 甲离子含量越高 但是你就把它汆烫过 但是也不要切成小片 你知道我们的甲离子在哪里 最多在细胞里面最多 你把它打成枝切成小片 它就会变成非常好吸收 所以越大块 然后汤烫过之后 汤不要喝 那水果怎么办 水果我们可以选择比较低夹的水果 避开高夹的水果 像一些甜瓜香瓜 哈蜜瓜 香蕉 水蜜桃 我们的释迦火龙果 这叫高夹的水果 尽量少吃 那什么叫低夹的水果 我比较建议的是巴勒水梨 苹果 这是比较低夹的水果 还是可以吃到 一天可以吃到两份的水果 那如果说我们不要吃那种果干类的 果干浓缩 会吃的特别高 那另外就是有一个东西一定不要吃 叫羊桃 羊桃其实会对我们的肾脏 会产生一个神经毒 有时候会昏迷 所以肾脏不好 不是不能吃蔬菜水果 而是要聪明的吃蔬菜水果 这个一定要记起来 而且黄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抗发炎事实上就是在抗癌嘛 所以长期的抗发炎很重要 是啊 这个尤其是发炎这件事情 刚刚洪医师有特别讲到了 慢性的发炎本来就会造成 慢慢慢慢可能都有癌症的可能 尤其在我们乳房外科里面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病 明明就有一个像我之前有的 国中老师43岁 他也没有在哺乳也没有生产 可是每半年一定会发作一次 叫做乳腺炎 那乳腺炎 我一般想说都一定是哺乳了 妈妈才乳腺炎 他都不是 他小孩也大了 都40多岁了 可是每半年 就会来看一次门诊 每次来都很严重 汤汤水水的有时候像爆浆 那这种乳腺炎 最后更可怕的是 最后这个乳腺炎 竟然会变成乳癌 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 你我一般有些 你这种非哺乳型的乳腺炎 要特别的小心 你的乳房外科也是 特别有都有在警觉性 如果这个发炎经常发作之后 很可能是食物的过敏 经常引起慢性发炎 而且要特别小心 他是不是所谓的乳癌之王 就发炎性的乳癌 因为他常常会被 当成乳腺炎而治疗 用了肋固醇来压抑他的免疫能力 其实他对食物中的某种食物 是过敏的 那像刚刚讲的这个老师 他其实是对玉米过敏 所以他特别喜欢 下了番这就吃玉米 所以我要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做这种发炎性乳癌 又给各位参考一下 有一点放在心里面 那这种发炎性的乳癌 我们叫他说乳癌的王中之王 因为容易混淆 所以他发生率 大概是所有乳癌的2% 不高 但是大家都有警觉性 所以我要是不断的有这种乳腺炎 又没有补乳的话 那就要小心了 那这样子的癌细胞 他会阻塞我们乳房里面 皮肤内乳管的淋巴管 所以会像爆浆那样子的东西 你一照超音波 就发现里面液体流来流动去 所以有经验的乳房外科医生 都会记得 那另外就像讲的说 乳房的皮肤会变得红肿热透 然后乳房变大 乳头塌陷 那甚至于皮肤出现皱褶 刚刚就讲了 它的特色就是很红肿热透 所以不能单单单单纯当成是乳腺炎 大家非常小心 好那这个消息师要提醒大家 超级食物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食材 吃的多还不如吃的巧 没有错 吃的多的话 你可能还是热量太多 最后还是造成体重过重 而体重过重 事实上就是癌症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那所以像以台湾为例 我们已经连续40年 癌症都是我们十大十银的第一位 40年他从来没有退让过 都是第一名 那所以这跟体重过重有关系 那世界卫生组织 他就直接讲 假设只靠治疗 我们没有办法打赢 跟癌症的这场战争 特别像黄医师 以乳房外科为主 都应该很清楚这个 治疗要治疗到当时 每一个case出现 哇 那个是非常漫长 而且对病人本身 对家属都是很大的 很大的suffering 很大的伤害 所以如何预防才是重点 那所有的专家也发觉说 你假设好好控制饮食 好好运动 好好控制体重 那你不要碰香烟 苹葱酒要少一点点 你这样就可以预防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癌症 这么多 那所以光光一个天天五苏果 就可以降两成的癌症 所以我们台湾这么多超级食物 是应该好好的运用 那我要举个例子 一个还蛮悲惨 事实上她32岁 很年轻的一个女生 她来说外科医师 因为是妇产科医师 她已经开完刀了 妇产科医师说 你要去找减肥医师来减重 因为她在31岁那一年 就因为子宫颈癌 开得到 子宫体癌 对 32岁 她来一次快哭了 因为她身高大概165公分 80公斤 BMI到29点多 很胖了 那她本来不想减 她说她觉得 我现在过得也蛮快乐的 可是这个妇科医师警告她 她说你现在是开完子宫了 可是你还是有机会变成乳癌 那你要怎么去预防 你就要减体重 她是因为肌肉这个理由呢 好不容易愿意来减重 那我们真的好说 比如说好好跟她劝 好不容易 过了两个月 她真的是就吃这些食物开始改 她本来跟我们之前讲的小朋友 青菜水果都不吃了 那好好吃这些超级食物 她在两个月减掉10公斤 BMI从28大概降到25 可是我们也劝她说 你这些食物要继续吃 否则你要恢复以前的饮食 你再胖回去 你的风险还是上升 所以好好运用台湾的超级食物 让自己体重控制好 也可以放来 好 谢谢肖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 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Mun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legram的 官方帐号首页 影片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